书 奥数题目还有一百分试卷 小雪零分 公主群 黄罐还有钻石 小贝零分 红双肉汉堡鸡腿 大宝也是零分 为什么老师 小雪心里只想着学习 小贝心里只想着臭美 大宝心里只想着吃的 大家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通通都是零分 那好吧 你们自己好好想想 我明天再来检查 奇怪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是零分啊 就是啊 好难啊 我知道了 我应该是因为只知道看书做题 所以才是零分的 小贝姐姐应该是只知道臭美 所以是零分 那我呢 大宝你心里只有吃东西 所以才是零分的 原来是重要 没有办法了 我们可以这样 太好了 就这么做 我来检查了 这次肯定没问题了 老师 先检查我的吧 好的 我来看看 游戏机漫画书玩具 小贝 你还是零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我为什么还是零分 我来看看大宝的 可乐 牛奶 橙汁 大宝零分 为什么呀 小雪 原来你是骗我们的 不是的 小贝姐姐 接下来检查小雪 课外书试卷奥数题 小雪30分 怎么才30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需要你们自己去想 我明天再来检查 那好吧 羽毛球书本 我知道吃肉饮食不均衡 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这样啊 大家现在做得很好 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并且改正了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